说中国是敌人的人才是您的敌人 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9月6日文章 原题你所知道有关中国构成威胁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附题杰瑞格雷至英国外交发展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的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克莱弗利先生 很高兴看到您对中国的访问很顺利 但我对您离开的姿态感到失望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英国做的不好 我也将带着一些可能会让您不安的信息进入这次对话 因为这些信息与您的信息完全矛盾 显然英国驻华大使馆或领事馆的任何人都没去过新疆 也没从现场为您提供任何报告 我真诚希望您是被误导了 而非故意参与这场骗局 我的名字是杰瑞格雷在英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 过去20年来一直是中国广东中山市的居民 1977年至1987年作为英国警察 我两次受到嘉奖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我很少关注政治问题 2020年疫情期间 我在网上基于个人观察和经历说的几乎每一句话 都会招致向您对中国进行的那种批评 让我在中国的外籍人士社区中与众不同的是 我在中国进行三万多公里并接触普通民众 我和妻子看到农村乡镇层面取得的进展 为目睹中国农村发生重大转变的人 都无法理解此类成就 正是这种经历也使我成为中国及其执政党的坚定支持者 我从未见过比中国更强调协作和协商的这一方式 能让民众参与治理并从中受益 这是西方民主支持者无法想象的 西方媒体将我贬低为退休保安北京的辩护者 以及其他诸多灭称 但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话 并通过研究支持自己的说法 2014年我第一次骑自行车在新疆旅行 那次旅行中没看到任何压迫迹象 但我们每天都与维吾尔族人 哈萨克族人 蒙古族人 塔吉克族人和克尔克兹族人 见面交往和互动 他们都过着正常生活 2019年我和妻子通过不同线路 在新疆骑行 近5000公里的旅行中 我没看到任何压迫和迫害迹象 实际上现实恰恰相反 诚然该地区存在检查站 但警察大多数情况下 和蔼可亲且助人为乐 我看到成千上万当地居民 使用身份识别系统 但没看到任何虐待或压迫迹象 被问及这些措施时 每个人都给出同样回答 这里比以前更安全 因此没关系 我并不喜欢这样 我是西方人 但对当地中国人来说 这完全没问题 这就是误解 症结所在 西方人将我们的个人主义意识 强加给一个具有社群意识的社会 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与他们不同 我们感觉受到困扰 可他们并不这么觉得 美国国务院及许多机构认为 将西方价值观和理念 强加给一个有着不同期待的社会 是可以的 这些美国组织中 没有任何一个访问过新疆 并询问当地人的看法 中国建设各种基础设施 桥梁 道路 港口 以及高铁数量 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中国从最贫穷国家之一 发展到现在的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已接近60% 中国人的预期寿命 已超过美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等等 简言之 您所知道的有关中国构成 威胁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我在这里陈述的每个事实 都能得到验证 西方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现状时 专家缺乏于现代中国有关的经验或知识 多数记者从未去过中国 即使一些人去过 也是在外籍人士泡沫中度过 并没亲身体验过我经历的中国现实 中国不是您的敌人 那些告诉您中国是敌人的人 才是您的敌人 来自中国中山市的最良好祝愿 我期待收到您或办公室的会讯 杰瑞格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